历代至上第八章 编雅敏生了长子彼拉、次子雅时别、三子雅哈拉、四子挪哈和五子拉法。 彼拉的儿子是雅大、基拉、雅比乎、雅比书、乃曼、雅和雅、基拉、士福逊、护兰。 以下这些人是以乎的子孙 他们是迦巴居民各家族的首领 曾被掳到玛拿霞 以乎的儿子是乃曼、雅西亚和基拉 基拉是他们被掳 他生了乌萨和雅西乎 沙哈连前走护身和巴拉两位妻子以后 就在摩亚地生了儿子 他的妻子赫德给他生了约巴、西比亚、米莎、马拉干、耶乌斯、沙迦、米玛 他这些儿子都是家族的首领 护身也给他生了雅比图、以利巴利 以利巴利的儿子是西伯、米山和沙迈 沙迈建造了阿罗和罗德二城 以及属于这二城的村庄 还有比利亚和士马 他们二人是雅雅伦居民各家族的首领 曾把加特的居民赶走 又有亚西约、沙沙、耶利默、西巴蒂亚、亚拉德、亚德、米迦勒、伊什巴和约哈 这都是比利亚的儿子 西巴蒂亚、米书兰、西西基、西伯、伊什米莱、伊斯利亚和约巴 这都是以利巴利的儿子 亚金、西基利、萨迪、以利乃、喜乐泰、以列、亚大亚、比拉亚和深拉 这都是室美的儿子 伊什班、西伯、以列、亚伯顿、西基利、哈南、哈拿尼亚、以兰、安陀提亚、伊弗迪亚和皮努伊勒 这都是莎莎的儿子 山士来、士哈利、亚他利亚、亚利西、以利亚和西基利 这都是耶罗汉的儿子 以上这些人照着家谱都是他们家族的首领 是住在耶路撒冷的首领 住在基边的有基边的父亲耶利 他的妻子名叫马加 他的长子是亚伯顿 其余的儿子是苏尔、基士、巴利、拿达、基多、亚西约、萨迦和米基罗 米基罗生士米安 这些人也和他们的亲族一同住在耶路撒冷 互相为灵 米尔生基士 基士生扫罗 扫罗生约拿丹、麦基书亚、雅比拿达和伊施巴利 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 米利巴利生米加 米加的儿子是皮敦、米勒、塔利亚和雅哈斯 雅哈斯生耶和阿达 耶和阿达生亚拉密 雅斯玛威和辛利 辛利生摩萨 摩萨生比尼亚 比尼亚的儿子是拉法 拉法的儿子是伊利亚萨 伊利亚萨的儿子是雅西 雅西有六个儿子 他们的名字是雅斯利干 波基路 以什玛利 是雅利亚 俄巴迪亚和哈南 这都是雅西的儿子 雅西的兄弟 以赦的众子是 长子乌兰 次子耶乌师 三子以利法列 乌兰的儿子都是英勇的战士 是弓箭手 他们有很多子孙 共有一百五十名 都是汴雅敏之派的 是 不是 照明 三子 二子 两眼 先看 有些人 给我 親近 这 逞